Hello 大家好 上星期推出的问卷收到很多非常中肯的意见 多谢大家 所提出的题目如果能力所及 我会尽可能安排来推出 上两个短片大致上讲解了什么是QR Code 以及如何用自己的手机来素描自己手机里的QR Code 有朋友问这个QR Code是如何做出来的 这个问题问得真好 它的黑点、白点、密密麻麻 是否要用很贵又复杂的机器呢? 制作过程会不会是很高深呢? 我们不要被它密密麻麻的黑点、白点害怕了 其实做一个QR Code是非常简单的 今天就介绍两种又简单又免费的方法 来为一个网页做一个QR Code 第一个方法就是用Microsoft Office 再加一个免费的软件 如果你没有Microsoft Office 那你就可以考虑用第二个方法 网上免费的服务 第一个方法就是用Microsoft Word 2013来做示范 如果你是用第二个版本的Microsoft Word 是没有问题的 基本上做法都是差不多 Microsoft Office自己是没有做QR Code的功能的 所以我会用一个比较多人用的免费软件 叫做QR for Office 它是适合用在任何一种Microsoft Office的文件上面 首先打开Microsoft Word 按Insert 如果你已经安装了QR for Office 只需要按My Apps 其他的Word版本可能叫做My Add-ins 再按QR for Office 两下来打开它 但是如果你还未安装QR for Office 按个Store 其他Word版本可能叫做Get Add-ins 在搜寻空格里输入QR 按放大镜来找他出来 当你看见QR for Office 按在旁边的Add 接着它会显示有关的使用条例和私隐权的政策 看完之后如果你对它的规例没有问题 按Continue 很快QR for Office 就会显示在画面的右手边 在这个空格里面你可以输入你的网址 也就是URL 空格的左手边有一个Drop-down list 按它一下就会显示几个选择 你可以设定QR Code 的颜色 背景颜色 QR Code 的大小 当设定做好之后 按Insert 现在的QR Code 就会向你的文件显示出来 如果你想将QR Code 储存成一个档案的话 你可以在QR Code 上面right-click一下 按Save Picture As 来把它储存起来 第二个方法就是用一个免费服务的网站 市面上有很多免费制作QR Code 的网站 今天我会大概讲解一个比较多人用的网站 叫做QR Code-monkey.com 这个网站就提供了很多製作QR Code 的选择 如果我们要帮网页做一个QR Code 就按URL 接着输入有关的网址 按Set Colors 来转换QR Code 或者背景的颜色 如果你想加入一个标记 比如YouTube的Logo 按Add Logo Image 来选择已经提供的标记 如果提供的标记里面没有适合你的 又或者你有自己的标记档案 比如你的商号标记 按Upload Image 来选择你自己的标记档案 你也可以按Customize Design 来做其他的设定 这里你可以调调QR Code 的大小 当你做完有关的设定之后 就按Create QR Code 你也可以按DOWNLOAD PNG 来将QR Code 存起来 这两个方法是否很简单呢? OK 一起来试一下 然后在短片下留言 告诉我听成不成功 我亦鼓励你试下加一个标记 或者图案在中间那里 多谢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 多谢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